老大 老赵的父亲 的确是在前几天 就已经过世了 只是他身份正常的地址 早就已经变更了 所以我费了很大的周折 才找到他 但是我总感觉 他并不是故意在躲着我 好的 我知道了 辛苦了 你走 坐坐坐 听说你父亲去世了 公司会按照规定 给你发放抚恤金的 不用了 我 我是都已经离开公司了 我这次来呢 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这些天公司的天然钮扣 掺杂了很多劣质钮扣 这件事情 对青城的衬衫影响很大 有这个事啊 李总 这个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李总 老赵 你别慌 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那天值班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没有 没有 一切都很正常 那你认识这个人吗 那你认识这个人吗 这是来的 事成之后再给你散开 行啦 你再问打工一年 也转不了这么多了许 算了 那又一家表白了 我看 老赵 你值班啊 不 不认识吧 我没见过 我怎么会认识外国人呢 那好 等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 欢迎你回文大上班 谢谢李总 我这回家就不回来了 好